嗨 大家好,歡迎來到影片團,我是Huan 這次今天我有收到Intel的邀請 跑來德國幾天參與他們的處理器發布會 主要是進Meteor Lake之後 下一代移動段的AI處理器Ruan Lake 這次Intel提供了不少數據,以及實測的展示 以便讓我們更深入的去了解它的性能表現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來快速幫大家整理發布會的資訊 那就讓我們剛話句說,再來開始 第一天的部分,Intel向我們介紹Ruan Lake的重點細節 之前有跟大家聊到過Meteor Lake 它可以說是Intel這幾年來的一次架構大改 除了採用多晶片封裝的太油架構 並且加入了獨立的NPU,提供AI相關的應用 更高效果運算能力 並且也機身的ARK顯示卡 內顯性能甚至強於MD的Radeon 740M 而Ruan Lake則是在Meteor Lake的基礎上 進一步的更新架構 外型有著很大的不同,同時也大幅提升了能耗 我們先來說外型 這次我剛好拿到Intel送的小禮物 它正是Ruan Lake的本體 官方素質田中城上一塊做的紀念品 可以看到後面還有觸點 如果把它挖出來重新捍衛筆電裡面 我後面就能運作了 那當有沒有發現 張一塊晶片的上方 為什麼會有兩塊黑色色塊 看起來有那麼一點像的記憶體顆粒 那沒有錯,這次的Ruan Lake架構 其中一個重要的改變 就是集成了LPD-LX記憶體顆粒 在初期的上方處 並且提供16G及32G兩個容量的版本 那當一體性的集成設計 注定它是沒辦法再做擴充的 而且成本也會提升 但將記憶體顆粒封充在一起 能大幅的縮小對主機板空間的佔用 也就意味著 像筆電這種移動段的產品 有更多的壓縮空間 來將產品做更輕薄 並且也有助於降低資料傳輸的延遲 以及更低的功耗表現 從後來去ASUS的易發展區裡 就有看到搭載Ruan Lake的Expert Broke筆電的拆解模型 其中很明顯能看到 因為Ruan Lake的晶片體積小 連帶讓整個主機板可以說的更小 寬度僅有整個筆電一半 那這多出來的空間 就可以拿來對個散熱 又或是把筆電做更輕薄了 接著我們來看晶片的本體 仔細一看會發現 同樣是採用多晶片的FORMALUS 3D封裝 但不一樣的是 它只有ComputeTile 以及PlatformControlTile 這兩個主要的區塊所組成 其中ComputeTile裡面包含了CPU Core GPU以及NPU三大運算的單元 集成度可以說是非常高 而且讓我驚訝的是 它竟然是由台積電3.0mm製程製造的 之前Metelec上 就有部分的區塊是由台積電代工 但這次是整塊高效能運算單元 都有台積電包了 之後底部的BaseTile還是由Intel自己來做 所以也就能理解 為什麼這次的RulaneLake有這麼高幾層度的ComputeTile 而且意味著它在能耗表現的提升上 沒意外會有不小的幫助 接著我們來細聊CPU內部的各個運算核心 首先是我們都很在意的運算核心部分 這次的RulaneLake 採用4P加4E的核心配置 跟上代不一樣的地方是拿掉的Low PowerE Core 但是在P-Code及E-Code的性能極架構上皆有所提升 P-Code採用新的LionCode內核 更寬的預取性能 以及更多的直徑接口 讓它有著平均10%的IPC提升 並且也有更好的能耗表現 此外E-Code也採用新的Skymount內核 它比P-Code的提升還要更多 對比Metelec的Low PowerE-Code 官方表示Skymount在單核表現成長1.68倍 那在能效曲線上 4個Skymount的核心 對比2顆Low PowerE-Code 在同工耗效能提升2.9倍的性能 最高性能部分可以插到4倍 這代表Low PowerE-Code 在能耗表現上有著很明顯的提升 從P-Code及E-Code能效曲線來看 兩者剛好在各自的曲線上有著甜蜜點 並且整體銜接也比較順利 也就是從低功耗掉度到高功耗之間 P-Code及E-Code都能維持一定水準的能耗表現 接著我們來聊GPU的部分 Intel手持在Low PowerE-Code裡面 導入XC2架構的顯示預算單元 擁有8組第二代的XC-Code 並且在效能上 官方表示強於Metelec的1.5倍 可以說是有一次明顯的成長 那Intel這邊也不囉嗦 直接是列出了一拖拉闊的遊戲測試數據 新一代的Lowel Lake對比Metelec的E5H 整體遊戲性能平均提升了31% 更凶狠的是它拿來跟AMD的XC3700做對比 也平均有16%的提升 要知道HXC3700配備Radeon 890M 已經是接近35W RT20305的性能水平了 如果這樣測試真的有如是反映遊戲情境的話 那Lowel Lake在顯示性能上就會非常有競爭力 而拿來跟高通的X1e做對比 這差距可以說是會更明顯了 AMD的X1e 現階段在Windows遊戲的表現上 還是有著相容性的問題 很多遊戲甚至跑都沒辦法跑 那這個更多的是外覽的Goal 他沒把系統轉移給做完善 只能說還有好一段路要走 再次NPU的部分 現在各大廠商都最喜歡聊AI了 可以看到它同樣是給NPU不小的區塊 甚至這塊跟Pico的區塊差不多大了 這代NPU4.0的算力是來到48Tops 相比上代Mitelec 最大性能可以差到4倍 並且同功耗下能達到2倍的性能提升 所以在AI運算的性能上也會有明顯的成長 那加入GPU及CPU之後 全平台總算力是來到120Tops 從Geekbench AI項目的測試中 對比不管是HX370或是X1e Lowel Lake都有著一定程度的領先 只能說Intel這真的是蠻派的 很多數據簡報上都有著明顯較勁的意味 所以Lowel Lake在先進製程 以及更新架構的雙重加持下 在效能及能耗上 都比上代有明顯的提升 這次我在展望的現場中 Intel展示了Lowel Lake實際運行的表現 比如這個DOTA2的遊戲測試 在同一個場景下 跟不同處理器的對比 Ultra 7258V是所有測試處理器裡的功耗最低的 但是卻能跑出接近HX370的幀數 而Ultra 9288V 則是用比HX370更低的功耗 然後跑出明顯領先的幀數表現 這個提升就非常明顯了 然後在影音表現上 播放4K AV1影像時 Lowel Lake所用的功耗也比Metele Lake低 基本是直接砍半了 那在續航表現上 Lowel Lake在右於Postimum辦公生產 以及Microsoft Teams的測試中 表現都右於HX3000以及X1E 連Armdygo處理器都已經打個過了 就代表這層的Lowel Lake 在續航上真的是有點東西了 所以以上就是Intel的Lowel Lake的重點資訊整理 綜合來說 它Metele Lake的基底之下 有進一步的改良設計 並且採用當今的先進智能製造 可以說是Intel在AI領域上 為我們所教一份答卷 如果官方展示的數據 都有實際差異不大的話 那Lowel Lake基本上就會是接下來的X86中 綜合表現最好的AI處理器 那它的定位跟Metele Lake一樣 是主打移動當高能效 37W的TDP設計 包含完整的GPU及NPU單元 然而很適合作為極致輕薄的全能本作使用 擁有很好的併繫性及續航 那我自己也很期待它在掌機上的發揮 SE2架構能有更好的遊戲表現 然後也更省電延長續航 不過其中我會比較留意的 就是顯卡驅動的優化程度 Intel Arc顯卡一直都會擁有很不錯的硬體規格及跑分表現 但也過往的經驗 它會因為驅動的優化 在不同的遊戲中的表現有所浮動 所以就希望Rowel Lake不會去遇到這個問題 那整體來說 Rowel Lake會讓我想像其他套的到來 關注程度甚至不雅於 事物帶來桌機處理器Aer Lake 然後我也希望它不要有太明顯的漲價 畢竟採用了台階件製程 以及LP低調我的記憶體封裝 這些成本肯定都不低 那這部分就持續關注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Huan,我們下次見 掰掰 voir資格比萃坦 Sullivan 渡在聊天 和我ag din的 disag用 你要不要 Minor 不知 我們下次見